这一课是Exponential Function Exponential Function就是y等于a的xt模式 a是个Constant,在这里也是个Base 其实在应用中,Base很经常会用到e 就是会常常见到y等于e的xt e是一个Evational Number,数值大概等于2.718 如果想要它的准确数值,就会用到这个定义 但是同学会觉得这个定义很难明白,也不知道有什么用 其实这条息是想说,这个数字是跟连续的增长很有关系的 用利息来举例,假设全P那么多元进银行,利率100%,存款一年 如果一年才计利息,钱就要double,也不错,但是钱没人嫌多 听过半年的一次利息,钱会多些 每季的一次,钱又多些 每月计,再多些 每日计,更多些 每小时计,更多些 最后决定叫银行每秒帮我计 那我是否会无限金钱呢? 就不会的,是有个限度的 看它上到大概2.718倍,就没得再多了 即是假设N是计利息的次数 那存款的增长倍数就是1加1N的N次 当N去到很大的时候,发觉这个倍数就是E 又假设银行的利率不是100%,是20% 那存款的增长会怎样变化呢? 当回全一年,分N次去计利息 那增长的倍数就是1加0.2N的N次 当N去到很大的时候,这个倍数就会是E的0.2次 可以发一下这里里面的E,看看为什么 那E即是1加1N的N次 再0.2次,即是0.2N次 接着这里,分子分母一起乘0.2 令分母和指数是一样,都是0.2N 然后我找一个N代了0.2N 发现整个东西就是增长率0.2的时候的增长倍数 总括来说,增长率在X的时候 连续增长的倍数就是N吹无限1加XN的N次 即是E的X次 所以E的X次这个功能和增长或缩减很有关系 注意这里,X可以是负数的 代表缩减的情况 在这题看到什么时候用E 就是compound continuously的时候 是其中一种连续增长的情况 我存款50万元 年利率3% 因年内分开N次算利息 N吹无限 因为分子这里是0.03 所以这个倍数就会变成E的0.03次 算到一年之后的钱 会到大概5.1 5.2 3.7 算到1.0 8.0 5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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0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